赖清德在520讲话中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大肆宣扬分裂谬论 让岛内各界非常忧心 未来的两岸关系 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 呼吁赖清德当局 应该释出善意 解除6月的附录竞团令 更有岛内旅游业喊出 若竞团令不解除 他们将在6月1号上街抗议 我担心会不会因为 这次赖清德这个讲话以后 反而让这个谈 没办法继续下去 这是观光业旅游业 他们担心的地方 他已经开始谈了 陆委会给我的讯息 也是会松绑 我是比较担心的1.6月 如果他真的是要硬要干 从他意识心来的考虑的话 我想民意会反弹 岛内从旅游业到工商业 都对赖清德520讲话后的 台海局势感到忧心忡忡 有业者向赖清德喊话 要求其解除6月1号起 实施的禁团令 主动对大陆释出善意 6月1号恢复开放 台湾的团客 可以去大陆释出这个善意 看有没有机会转换 旅游业者他们都说 如果赖清德没有在这几天 开放团客可以去的话 大家都6月1号到 表达大家的心声 先把6月1日的禁团令先结束 上街抗议游行也是一种选项 有人想要放着生意不做 去抗议 一直不解决的话 旅行业也会受不了 赖清德在520讲话中 口口声声说 要重启观光 却又抛出台独言论 岛内资深媒体人 也奉劝赖清德 别把路走断 我们要赶快开放陆克跟陆森 你不是说 跟你说互不隶属的吗 陆克要拿一些来 陆森也要来一下 你在干嘛 你如果真的互不隶属 就先从 小米两岸贸易顺差开始 每一年都在大陆赚了 一千多亿的美金 你要互不隶属 那就让这个贸易逆差归零 你怎么好意思叫人家让利呢 我给你了 你 你 不 你